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同大家来介绍一下该剧的结局 总的来说 有三个惊喜 一个想象不到 第一个惊喜 林翠的归宿 玉面桃花总相逢 剧中的林翠是胡椒的归中密友 对于胡椒来说 林翠就是她避风的港湾 无论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胡椒都会第一时间跑到林翠的身旁 向林翠倾诉自己的苦楚 而林翠从来都不会嫌弃胡椒 每当胡椒来的时候 她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 耐心地听胡椒倒苦水 为胡椒开解 林翠的独家醉里甜做法 堪称点心借一绝 如果她想 绝对能靠此狠赚一笔 可是正如胡椒所说 这些年来 林翠卖掉的还没自己吃得多 对于林翠跟真富贵假象之子在一起这件事 广大的观众真的是又惊又喜 一来 他们二人此前也并无太多交集 突然就来了店 当真是挺突然 二来 真富贵不仅仅有钱 还有权 由他照顾林翠的往后余生 自然是再靠谱也不过了 第二个惊喜 表哥的姻缘 玉面桃花总相逢 剧中的崔武郎是胡椒的表哥 当然了 崔武郎和胡椒并没有一丁点的血缘关系 胡椒之所以称呼崔武郎为自己的表哥 完全是因为许清家在上渔县当县城时 胡椒曾为了隐藏钱来保护他们的崔武郎的真实身份 而谎称崔武郎是自己的表哥 再者 崔武郎一度追求过胡椒 胡椒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辨认了崔武郎当自己的义兄 也并无不恰当之处 按照古时候的习俗 表哥崔武郎的姻缘来得算是晚了 看他那一脸大胡子 轻轻一瞥就能判断出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个年龄应当是孙子都有了 可他还没成亲 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有句话叫宁缺无烂 崔武郎的姻缘来得虽晚 倒也不赖 毕竟看上他的人是丞相的小女儿假计方 所以说 崔武郎这次也算是捡到宝了 第三个惊喜 一剑能双雕 广大的热心观众在看本剧的时候 一直被两团迷雾所环绕 一个是许清家父亲之死 另一个是玉娘的绅士之谜 许清家的父亲也是一个小小的县城 这是在一开始就交代过的事情 然而随着剧情的进展 不难发现许清家的父亲曾在京中任职 更是担任过玉使大夫 因此 这很难不让人去怀疑 许清家的父亲是因为何种原因才被一扁再扁 至于玉娘此人就更加有趣了 此前她曾对许清家等人透露说 自己也曾是官换家的大小姐 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官换人家的小姐 为何落得现如今的下场 她的父亲究竟犯了什么事 在大结局的剧情中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原来玉娘和许清家的父亲曾是同窗 而且关系很好 并且都是因为傅太师一手造就的调粮案 而双双结局悲惨 不过值得人感到高兴的是 最后通过众人的努力 许清家等人成功一箭双雕 为两家人证了名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剧中的一个想象不到 在看玉面桃花总相逢的时候 相信不少观众都坚定地认为宁王极其有可能成为皇帝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事情是 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太子对傅太师的所作所为一概不知 并且 宁王也没有因为太子一次次的误会而暴走 破罐子破摔 带兵谋权篡位 不得不说 宁王没当上皇帝 储君 是真的挺让人意外 毕竟 无论论个人能力 还是德性 宁王都将太子碾压了 以上就是这部玉面桃花总相逢大结局中精彩片段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